播出 也不一定 反正有时候三千多月 有两千多月 有一千多月 就跟着行情 不一样 黑暗中的秘密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玉冰 节目的开始 咱们先看一段视频短片 刚刚您看到的是 永修县公安局 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 侦查大队民警 在几年前的 3月12号的晚上 对当地工业园区内 一个车间进行检查时 所拍摄的视频 通过视频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 晚上8点 这个车间 却并未开灯 车间内是漆黑一片 可是机器 却在轰鸣作业 那么这间车间内 究竟生产的是什么呢 工人们 又为何要摸黑作业呢 李强 李强在永修县的一个工业园 已经上了几年班了 但是在2018年年底 他发现上班对于他 成了一种煎熬 平时上下班闻到比较难闻的味道 然后我们找了好久 因为附近有些工厂 也有一点点小味道 但是没这么重 我们找了好久之后 就发现这个地方 很隐蔽的地方 有一个小铁门 小铁门里面有点作业 李强发现 越走近 异味越重 他怀疑困扰他和工 有许久的熏人的异味 就是从这个车间里 散发出来的 味道是相当刺鼻的 而且闻了之后 晚上睡不着觉 就是恶心想吐 持续了多久 这个味道 去年过年就开始有了 这刺鼻的味道 严重影响了 李强的工作和生活 于是他留心观察了起来 我们正常的上班的话 如果去找工厂里面找人的话 你去找是有人 有人接待的 就是来访的 要登记 要各方面 他们真的是没有 就是鬼鬼祟祟的 李强说 这家公司在工业园里生产 可是他就几乎 没有见过车间里的工人出来 他这个简单门 基本上就是以空闭状态 只要他的能源 只要不是他们内部能源进出的话 他不会开的 你这外面敲门的话 他也没有人印你的 我去敲过几次门 但是没有人开门 也找不到任何老板 那么这间车间 究竟是生产什么的呢 3月12号晚上7点51分 永秋县公安局食品药品 与环境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 来到了这间 位于工业园区 偏僻角落的生产车间 一个是大概这个时间点 那个晚上8点多钟 时间 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 第二点呢 就是那个 那个门呢 那个卷在门上 他很吓得 最后只能装一个人进去 就引起我们的怀疑 我们一装去的时候 发现了里面呢 一个是温度比较高 第二点就是 里面有刺鼻的味道 那个呼吸比较困难 十分不舒服的感觉 一进入这个车间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伴随着热浪的 是一股浓烈的异味 熏得民警们作呕 而厂房里却是一片昏暗 只能听见机器 正在运作的轰鸣声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 属性我们的脚底 好像有那个年糕 吸着都不得动 每提脚的时候都很困难 那么这间车间 究竟是在生产什么呢 他们又为何要摸黑进行生产呢 你们是哪里人啊 公安局的 公安局的啊 老板呢 老板不在 老板不在 老板是哪个 我刚来 你几个姑娘在这里 有五个 看到一个姑娘腿都受伤了 我们当时就问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我们是高温作业 一下不小心收到了腿 我这两三天动弹不得 这边有人吗 在现场的时候是几个工人 几个老板 几个股东都不在 通过对现场工人的询问 警方并没有掌握到 这间车间生产 经营销售的具体情况 见此情景 民警来到了 正在进行生产的机器前查看 你几个人在这里 五个人啊 你现在几个人在操作 哪三个人啊 四个人啊 把他们也交过来 录好了交过来 应该有一千多个平方左右 厂房的北侧是 那个蒸馏炉 用那个装 用粉装去起来的 大概有七万米高吧 南侧是堆放着 那个轮 那个燃烧轮胎的那个残渣 南西侧堆放有铁丝 一些生锈的铁丝 炉子旁边堆放有一大堆 那个废旧轮胎 已经切割的轮胎 切割好了的 还有那个铁框子里面 专有那个轮胎 墨黑生产的车间 空明的机器 刺鼻的异味 支支吾吾的工人 种种异常情况 让民警感觉到 这里面一定隐藏着 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们那个计算的本质呢 我没计算的 拿个来复制计算的 我们没计算的 什么 拿个来复制计算的 没计算的 我们是按钱的 按月的 一个月多少钱呢 我们就是 哪一天来到哪一天 这些工人呢 看起来都是连续黑的 那个一关不止 跟我们他们呢 我们是什么 哪个地方的人 他们说 有的是福建来的 有的是广西来的 都是老板把他们招募过来的 老板是哪个 老板我刚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昨天前天来的 我前天来的 我前天来的 你们都是前天来的 你呢 没有 我们是福建的 老板也教了他们 平时不要出去 然后就是包吃包住在那里 有人送菜过来 也有人给他们做饭 老板这样做有什么意图吗 第一个有隐蔽性嘛 也不怕 怕别人知道嘛 黑夜摸黑作业 背后有何引擎 首先它那个车间 是离院子里面 最偏遠的地方 比较隐蔽 一般是看不到的 工人身上也是脏 无情骂黑的 我们执法人员 进去的时候 皮鞋上 头上 脸上都是无情骂黑的 迷惘 疯狂 是什么让他们铤而走险 黑暗中的秘密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我们的作业是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写一句话 爸爸是困困 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听啊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 奶奶每天捞你的东西 都要打开 我爸是安全人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我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司机 在城里开发工作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我想吃我妈妈做个饭 我妈妈做的了 护 extensions 妈妈造型很香了 agenda给您帮您utches 转下去 中国半年服 减养隔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那么这间车间内生产的究竟是什么 老板煞费苦心的安排 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那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我们进来的时候 看见五六个工人正在这里操作 那个炉子上面全部冒烟 是吧 那个现场正在工人把这个含掉 又利用那个上面的含掉 把这个铁罐子里面的轮胎 放到炉子里面进行蒸馏 那个炼油 后来找到那个老板 我们叫他提供有关的环品手术 还有关的资质给我们 他说什么都没有 熊健介绍说 当时这间车间正在利用废气轮胎炼制重油 但并未办理任何手续 属于利用废轮胎涂法炼油 然后它是炼油产生的那个油气 经过冷却之后 然后在流动的那两个大油罐里面 废旧轮胎在这个催化裂解的过程中呢 产生的一些不冷淫的气体里面 会含有一些含硫啊 含氮啊 含氮啊 比如说硫化氢胎 氧化硫啊 氧化氮啊 氧化氮这一类的这个有毒有害的气体 那么这种气体如果排放到空气中的话呢 对空气是污染非常大的 利用废旧轮胎进行土法炼油 对环境危害严重 一直是我们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我们看到现场都是雾气骂黑的 都是那个炭黑啊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反正当时身上比较脏吧 脸上 鞋上都是比较脏的 它主要是留下的是炭黑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 在高温裂解过程中的一些多环方厅啊 这些呢 也是应该要进行一些 这个环保的处理的 否则的话 它就会污染我们的这个土壤和地下水 土法炼油产生的废气 废水 废渣 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还对人体有不小的伤害 人生那个人台会产生的恶因 一种有害气体 这种有害气体呢 如果残留在人身体上 没有排出来 没有及时排出来 会产生的致癌 8名人都以事嫌污染环境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了 经调查 犯罪嫌疑人徐文 或同周军张平 于11月初 合伙租用了位于永修某工业园区里的 一间车间建造 蒸留设施来提炼重油 并从外地雇佣五名工人 在为做任何环保措施 未经永修县生态环保局 环平审批的情况下 非法使用废旧轮胎炼制重油 造成周边环境污染 那么 徐文 周军 张平 为何会走上土法炼油的犯罪道路呢 徐文说 自己早年是做汽车轮胎生意的 所以他接触过很多 利用废旧轮胎炼油的工厂 在接触了一些炼油企业之后 徐文发现 利用废旧轮胎土法炼油 成本低廉 获利丰厚 11月份 周军邀请徐文来永修县 利用废旧轮胎进行土法炼油 并带他参观了生产车间 见车间设施齐备 徐文有些心动了 很快 他就和周军 张平合伙 在未办理任何手续 未做任何环保措施的情况下 开始涂法炼油 天螺丝正常的话 大概就四层左右吧 一天能算四层左右 十来种轮胎嘛 三个多一个嘛 他们都是晚上半夜三更 晚上凌晨两三点钟 把那个炼制的燃料油出售 进行出售的 还有肺渣 还有干湿 都是通过碗上来隐蔽的 利用叶色作为掩护 徐文将利用废旧轮胎 头发炼油的重油油渣 交往全省各地 上白天都要做了 它也不能停 它也不能停了 这材料加进去了 换进去了以后 它必须要20个小时 18到20个小时 它也不能停了 这些工人基本上是 一时隔节的 他们就把它封闭在那个厂区里面 平时也不允许他们过来 其中一个老板 他把他老婆也叫来 专门给他们弄饭 从外面带菜进来 就不允许他们跟外面接触 为了逃避有关单位的打击 徐文等人可以说是煞费补心 利用废旧轮胎进行 土发炼油对环境危害十分的严重 一直是我们国家重拳整治的项目 但在利益的驱动之下 徐文 伙同 周军 张平 聘请工人进行土发炼油 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他们的行为 不仅给周边环境 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也给他们自己 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后果 希望广大市民以此为戒 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来换取不法利益 有请是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明天同一时间